你添乱了 还有什么事给你添乱啊 还有就是他之前那份工作嘛 他做了一个多月 然后被公司辞退了 他跟他父母说 是因为给我打视频的原因 把工作给搞丢了 那确实是有一次 我给你开视频的时候 公司领导看见了呀 而且公司就是明确规定 三半时间不能玩手机的 但是我平常当中 我没有在你工作期间 给你打过视频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跟你爸妈说 是因为他的原因 明明知道他们不喜欢他 核心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跟他好吗 想 那你为什么做的 都是反向举动呢 但是我也就没想那么多 如果我那时候的话 那你不是等于 就把他给卖了吗 有感觉吗 主持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 行了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到这个时候 理性的话就应该分手嘛 因为你已经看不到 这个男人在为这段情感努力嘛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嘛 也是想要分手的 但是他不想分 他说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 那你干嘛老做这些小动作啊 分了吗 我们中间的话是分了一次 谁提出的分 他提出来了 原因是 就是家里面反对的比较严重嘛 怎么反对的 但是我妈妈就是说 你选择我还是选择她 但是我就是说我两边都要 然后我妈就给她发信息 发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然后呢 后面就是他们一直给我施压嘛 怎么施压 你不得面对这些事吗 闹到公司去了 闹到谁公司 我们上班到那里 所以迫于这压力分手了是吧 你提的是吧 你同意了吗 我当时同意了 分手之后分了几天啊 他给我发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看到信息我就 我就哭了 这个男人不是你的全世界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自己想了 想了一下 自己也冷静的时候 想了一下 他这么没有责任心 不是 你别给人扣帽子 谈不上责任心 你就分手没分手 分了 分了有几天 分了几天 谁提出来的合 他 你就合了 刚开始我也没有答应 他说 我觉得这几天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觉得特别的痛苦 他就说 我已经习惯有你了 我看是你痛苦吧 他就跟我说这些 当时我也很纠结 我就想着 既然分了 你干嘛 你还要来 要找我复合 因为我是考虑到 一是 他父母反对这么严重 他 这会儿是想着跟我合了 到时候父母一反对 他又动摇了 他一直又不坚定 还有就是 他也不接受我的孩子 你现在不要把这个 所有的事儿 全推到他父母身上 这跟他父母 没什么大关系 对不对 后来为什么 同意复合呀 后面他就是一直 就是去我上班的地方去找我 然后他抱着我又在那哭 然后我就心软了 你接受他女儿吗 不接受 谈过三年就没见过对吧 没见过 你们以后结婚还要孩子吗 要 那以后他女儿要 就因为有些事儿 就要回到妈妈身边 你怎么办 在一起生活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说就是 人家就得在一起生活 没有必要非一定在一起生活 所以你还聊什么呀 没什么好聊的了 还在那哭 跟他爸妈有什么关系 是他不坚定 他没想去你 他没做好准备 你自己是什么主意 因为我就觉得 跟他在一起 确实也是真心喜欢 而且在一起也挺不容易 第一年是异地恋 第二年就在 行了 我不听了 别强化了 别再给自己强化了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你什么意思呀 这感情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是吧 不是 是你们俩的事儿吗 对 你想娶他吗 想 但是我就是 接触不了小孩子 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就放手啊 但是毕竟咱俩三年的感情 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行 孩子不跟你们过 你能把人明媒正娶地回家吗 能 家里人同意 那后面肯定是要跟父母沟通这个事情 你能沟通的定吗 能 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家里 我可以让他们拿手机给你 你敢跟你爸妈说吗 你敢跟他说我非他不娶吗 很简单的事儿嘛 你真的有信心怎么说的 我拜托的 我拜托的 我饿了 我安让你